就在最近,其实官方又杀出JR史密斯,进行接步加传球的训练视频,JR史密斯不仅投篮姿势优美,命中率竟然还相当的高。 然而,其实突然杀出JR史密斯的训练,实际上是带有非常强的目的性的。 在张姆斯离开球队之后,球队必然面临着重建,重建的首要措施就是清理球员,JR史密斯变成了球队管理者的首要目标。 毕竟,JR史密斯最近状态不仅低迷,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,他手里握着一份5200万的道合同,如果能够清理掉状态低迷的JR史密斯,其实便能够腾出巨大的薪资空间。 从而能够在转会市场寻求更有潜力的球员,或者亲身一名巨星,来填补詹姆斯的空缺。 然而,正是JR这份大合同,已经成为了球队的独流。 转会市场,无球队愿意接纳JR史密斯。 毕竟,神经刀的JR史密斯,在球场上的表现极其不稳定,这严重与其工资合同不匹配,如此高薪低吗? 不仅占球队先资空间,上场,还浪费出场时间。 JR史密斯坑换言姆斯骑士此前为什么愿意给JR史密斯如此的的一个合同? 詹姆斯在其中取了决定性的作用。 在16名骑士夺得总冠军之后,詹姆斯曾公开表示JR史密斯是他的家人,他希望史密斯可以留在骑士,而球队自然为了顺从詹姆斯的意见,主动为JR提供了现在这份5200万的大合同,希望他能够继续辅佐詹黄,帮骑士再拿一座总冠军。 然而,令人失望的是,JR史密斯或许是因为拿到了大合同,彻底放失了动力,在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差,分前时不时就会有高广表现的JR史密斯,已经沦为习惯性地迷。 不仅进攻端驴与打铁,防守端态度,也不端正,试问,这样一个由神经刀变为神经病的JR史密斯,连忙其他29支球队,谁会为了他腾出先资空间,这样的冤枉钱谁会愿意花? 编辑低迷的JR史密斯,最近JR史密斯在球场外也不安分,最近他因均粉丝手机,而遭到纽约警方调查,但令人意外的是NBA转会市场,竟传出了火箭队友宜JR的传闻,火箭的代价则是付出安德森,事实证明,这只是个一桌就破的传言,毕竟下个赛季火箭队想要冲击总冠军,是不会先下季战军资空间。 场上效率又低下的JR的,他们有更好的选择,而这个选择一定不是JR史密斯,低迷的JR史密斯留在骑士处境尴尬,JR史密斯又该何去何从? 如果JR史密斯当然醒悟,端正态度,胡人或是他最好的选择,毕竟,在今年与勇士的总决赛首场比赛失利过后,詹姆斯曾接受采访时表示, 永远不会放弃JR史密斯,在所有人都放弃JR史密斯的时候,詹姆或许会尝试接纳他,对于JR史密斯来说,明年就是他的合同年。 如果再次在詹姆身边打出来,或许能续约一个较好的合同,更为重要的是,詹姆斯能够充分激发他的能力,或许,换个队伍,神经刀的JR又回来了呢? 这谁能说得准呢?JR史密斯该何去何从?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待手握毒瘤合同的JR史密斯,他应该何去何从呢?